我们常常说,世间万物相生相对,正如古人的阴阳学说所言,有阴必有阳。 就算是在宇宙中,也有很多相互对应的现象,就拿宇宙中最可怕的天体黑洞来说,科学家认为,宇宙中可能存在和它对应的天体白洞。 我们的宇宙,一个由对立和和谐构成的舞台,在这里,每个黑暗面也有它的光明面。 在黑洞的暗身背后,隐藏着其相反的存在,白洞。 那么白洞到底是什么呢? 让我们随着著名物理学家,黑洞与白洞研究权威专家卡洛·罗威利一起来探索探索吧。 罗威利,这位循环量子引力理论的奠基人,不仅在理论物理的世界中开辟了新天体, 更是用它的最新著作《白洞》将我们带入一个既神秘又惊心动魄的探索之旅。 罗威利著有多本书籍,有的书已被翻译成四十多种语言。 在这本书中,罗威利绘制了一个关于宇宙最深沉之谜的生动画卷。 他不仅探讨了黑洞和白洞的深奥联系, 更是分享了科学家们在探索白洞之路上的情感起伏, 那些假设的猜测,对未知的畏惧不断的挫败感, 以及在新思想的追求中达到意外结论式的欢欣鼓舞。 要真正理解白洞,咱们得先从黑洞的奥秘开始说起。 这是一个关于光明与黑暗,以至于未知,恐惧与奇迹的故事。 他邀请我们跨越已知的边界,向着那位被揭晓的宇宙奥秘迈进。 在物理学的奇妙舞台上,有一位不按常理出牌的明星——黑洞。 这个宇宙间的神秘巨星, 它不仅挑战了我们对时间和空间的理解, 更像是一个超越现实的幻影。 我们愿意现实际上,我们走到黑洞的角落。 像在这一片中身上的角落。 我们的角落在此之后,我们都到了这样的角落。 如果你们喜欢,我们是在春船上飙月。 我选择地围过这位这位黑洞, here, which is Sagittarius A star, because we have a picture of it. This is a picture that was on all the front pages of the newspapers a few years ago. Plenty of black holes. There are millions of black holes, billions, in fact, of black holes. And I would say that this is a, that's a most surprising and most beautiful discovery of the last years, that the universe is actually filled with black holes. 想想一下,一个宇宙中的巨兽,它的力量如此强大,以至于连时间 的箭头都在它面前失去了方向。广义相对论告诉我们,黑洞 不仅真实存在,它们甚至让时间和空间翩翩起舞。黑洞,这个 宇宙中的恐怖之源,其实是一个被时间和空间的极限所打破的奇迹。 在它们的内部,隐藏着一种被称为奇典的神秘存在,在那里,宇宙的 常规规则不再适用,一切都被扭曲成无法想象的形态。但你知道吗? 黑洞并不是真的黑,它们之所以称之为黑,是因为连光线都无法逃脱 它们强大的引力。它们就像是宇宙中的隐形怪兽,只有通过它们 对周围环境的影响,我们才能揭示它们的存在。制造一个黑洞 听起来像是科幻小说中的情节,但其实并不像你想象的那么遥不可及。 任何物体,只要能被压缩到足够小的体积,就能变成一个黑洞。 想象一下,如果把我们的地球压缩到只有九毫米大小,它也会变成一个黑洞。 在黑洞的心脏,起点等待着我们。这个物理学中的禁区,被戏称为上帝除以灵的地方。 在那里,空间和时间的物理与数学的常规玩法失效了,留下的只有神秘和未知。 而令人兴奋的是,尽管黑洞自身不发光,但它们对周围物质的影响却揭示了它们的存在。 从双星系统到被黑洞吞噬的气体,再到光线在黑洞周围弯曲的器官,这些都是我们探索这些宇宙怪兽的线索。 那么,如果黑洞是宇宙的神秘暗角,白洞会是什么样的呢? 想象一下,如果我们能够把宇宙的时钟拨回,或者甚至是拨快,会发生什么奇妙的事情。 广义相对论,这个宇宙的时间舞者,告诉我们一个惊人的秘密,无论时钟指向哪里,宇宙的舞蹈都是相同的。 物体在时间的和流中游异,无论是顺流还是逆流,它们遵循相同的物理规律,就像一支永恒的舞蹈队伍。 如果它是空间的距离,这就是这样,我们所谓的现实力。 这些距离的距离是最大的距离。 这一切是一个两-dimensional模式, 这就是这些地图的图形,我们在前面前,我们移来,现在我们移到,现在我们移来。 地面前,有很多是比你能想像这个地图并不一样的,可以。 它是长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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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的。 the more the black hole is old the more the tube is long if there's some person here in the public here or watching through a camera uh who is uh who knows generatively very very well uh might ask what i'm talking about i'm describing a black hole in a peculiar foliation which is the one i think is best to uh understand uh what's inside of the uh of the black hole which is the foliation that maximize the volume and that cover the entire black hole so the first surprise is that uh there is this pit this well very very profound but that's not the biggest surprise the biggest surprise what we see there is that it's moving while outside nothing was happening we could have been hovering there forever inside is changing the geometry of space is changing space around us is changing and two things are happening one is that it's becoming longer and longer and longer and longer with time so that's why a black hole it's bigger because with time this becomes longer and longer and longer it keeps grow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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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re not talking of kilometers we're talking about millions of light years there's a huge huge immense space inside an old black hole uh sagittarius say star presumably is at least 10 billion years old it's very old so this is to talk to cosmological age so it's a huge thing but the other thing is that it's shrinking it's becoming longer and shrinking it's becoming longer and shrinking 现在让我们把这个概念应用到最令人好奇的宇宙现象之一黑洞 当两个黑洞亲密地旋转并发射引力波时他们遵循着一种古老的宇宙之物 而如果我们将时间的胶片倒放这两个黑洞看似在远离彼此 但其实仍然遵循着同样的宇宙规则 就像一团正在形成恒星的收缩星云 与那些从初十点远离膨胀成巨大星云的物质团块 遵循着相同的宇宙五部 在黑洞的心脏 物质和能量它缩成一个点一个起点 这是时间和空间的尽头 但如果我们把时间的镜子翻转过来 从这个起点涌出的不仅是物质和能量 还有空间和时间本身 这就是我们设想白洞的方式之一 另一种思考白洞的方法是将空间视为可逆的 想象一下 如果你在太空中遇到一个完美的球形镜面球体 只要站在正确的角度 你就能看到整个宇宙的反射 黑洞和白洞的世界 世界内外的时空表现 就像这种神奇的镜面现象 如果我们考虑一个理想化的史瓦西黑洞 一个仅有点质量定义的黑洞 我们可以为黑洞定义一个特定的边界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黑洞的世界世界 无论我们处于这个神秘边界的内部 外部 还是就在它上面 我们都在探索宇宙中最迷人的谜团之一 现在让我们来到宇宙的一场最令人挠头的魔术秀 空间的反转 在这个惊人的幻觉中 我们所要做的就像是用一面神奇的镜子 将我们看到的每一个点 变成它在世间世界的精确相反 现在 把帽子倒扣在桌子上 想象一下这个疯狂的场景 所有事物都被上下颠倒了 我们可能会发现自己置身于世界世界的内部 外部 甚至是刚刚好在它的边缘 但在这个镜像世界里 描述空间和时间的方程 却出奇的一致 想象一下 如果我们把黑洞从里到外翻个个 那么原本位于黑洞世界世界内部的每一个点 包括神秘的起点 现在竟然对应于黑洞外部的一个点 黑洞的世界世界 如同翻转过来的袜子 现在呈现了完全相反的行为 外面变成了里面 里面变成了外面 简直就是宇宙级别的镜像世界 这个被翻转的奇异天体 被称之为白洞 而非黑洞 黑洞 的黄洞是写的 黑洞是发现 às零星 Haupt界张 所有的 solutions are all the ice equations, classical, and falling. histoire What happens if something falls, typically at the end of a fall? 它 bounces. What is the trajectory after the fall? 如果ести留下影 even Así Н 速度快速 速度 businesses Ин Uн showed up ya OK, so you change the velocity. Now, the black hole becomes lon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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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narrower, if you change the velocity and make it bounce, what does it do? OK, it becomes lon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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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then it becomes shorter, and shorter, and shorter, and it opens up. Now, is there a classical solution of the Einstein equation that describes that? there is a solution of Newton equation that describes this moving up is there a solution of the Einstein equation, classical that describes this peculiar geometry something very, very long and narrow that becomes shorter and larger and instead of things going up, things going out yes, it's white holes white holes is a solution of Einstein equations like black holes, a solution of Einstein equation so it's a possible happening compatible with Einstein equation predicted with Einstein equation where you have an horizon but not this horizon where you can only enter it's an horizon from which you can only come out and where inside you have this enormous tube but instead of becoming longer an hour it's becoming shorter and opening up and that's predicted by Einstein equation so that's we are back in the terrain which we are confident that could exist it's okay for what we know about nature 想象一下克尔黑洞的反面 在这里 当你勇敢地跳入一个不旋转的黑洞时 你注定无法逃脱 被起点无情压碎 但在一个旋转的克尔黑洞中 穿过环击点圆盘的中心 可能会将你带入一个被称为 反面的空间延伸部分 或者这个环击点只是一场错觉 物理学家们不禁好奇 当某物穿越黑洞世间世界 它究竟会趋向何方 简单地说 它被积点吞噬似乎并不令人满意 特别是当我们知道 物理定律在积点处崩溃 那么一种可能性是 起点不仅仅是物体被吞噬的终点 它也可能是新的 不同的故事的起点 换句话说 它可能是一个新故事的开始 而非只是结束 完全有可能 这个神秘的起点 与在特定时间和地点 出现的大量物质和能量的事件相关 我们的宇宙 可能不仅有黑洞 还有白洞 事物似乎是从原始的起点开始的 物理学家们认为 这种现象在很多方面 与我们宇宙诞生的那一刻 热大爆炸 有着惊人的相似性 想象一下 宇宙的每一个黑洞 都像是一个神秘的宇宙魔法师 他们的帽子里 藏着一个奇迹 每当一个新的黑洞诞生 它的起点背后 是不是就隐藏着一个 盘山学步的婴儿宇宙 像白洞一样 等待着它的揭幕一世 这是否意味着 我们浩瀚的宇宙 连同我们自己的存在 都是从一个巨大的宇宙 起点跳跃出来的 就像从白洞一样的状态中 脱颖而出 而这一切可能源于另一个宇宙的黑洞 想想看 只要我们动动脑筋 我们就能做出一项令人兴奋的计算 如果你把我们能观测到的宇宙中的一切 每一个原子 每一个黑洞 所有的暗物质 所有的光子和中微子 全部加起来 你就会得到一个惊人的数字 我们可观测宇宙的有效质量 毕竟 爱因斯坦最著名的方程 E等于M 乘以C平方也告诉我们 M等于E除以C平方 也是成立的 所以我们可以为 所有拥有能量的物体 得出一个质量当量值 然后想象 把所有这些质量 用来创造一个黑洞 你就可以计算出 这个黑洞的世界 世界预期半径 这个黑洞的世界 与我们可观测 宇宙内部的质量相当 那么你得到的答案是什么呢 这个数字令人震惊 大约165亿光年 这大约是我们 可观测宇宙实际半径的 三分之一 461亿光年 事实上 如果没有暗能量的存在 如果我们有更多的常规物质 暗物质 中微子或光子 来代替暗能量 这两个数字 实际上会是一样的 虽然我们还没有观察到 宇宙中存在白洞的任何证据 但我们经历过的大爆炸 以及宇宙中黑洞的存在 都与宇宙中可能存在白洞的观点 非常吻合 每一个黑洞的另一端 都可能创造了一个新宇宙 事实上 更深入地探究一下 如果你问穿过旋转黑洞的外部事件 世界会发生什么 你会发现 你所经历的事情 看起来非常像我们相信 我们的宇宙在热大爆炸开始时的情况 一段指数膨胀的时期 非常类似于我们今天所说的宇宙膨胀 想象一下 我们站在宇宙的神秘舞台边缘 目睹一幕幕宇宙的戏剧 黑洞的事件世界 从外部看去 所有坠入黑洞的物质都在发光 就像一场绝望的终极表演 永远定格在宇宙的眼中 但在这幕布的背后 那些被黑洞吞噬的物质消失了 无法逃脱 好似被时间和空间遗忘 但如果你是那位不幸跌入黑洞的旅者 你的能量可能会化身为一种奇妙的形式 重生在一个新宇宙中 成为热大爆炸的一部分 然而这个宇宙中的白洞真的存在吗 我们从未目睹过它们 也不指望在我们的宇宙中找到它们 不幸的是 世间世界像一个神秘的幕布 巧妙地隐藏了它另一侧的秘密 在我们宇宙中的每个黑洞内部 可能藏着一些极其有趣的东西 但这些奥秘对我们而言 也许是永远无法触及的 在我们宇宙诞生的那一刻 热大爆炸前的一切 可能发生了一些令人震撼的事情 但我们却无法获取 关于那个时刻的任何信息 尽管我们可能对此感到沮丧 但可以肯定的是 我们对于宇宙中存在的信息量是有限的 这限制了我们对这些事件 另一边发生的事情的了解 值得注意的是 广义相对论赋予了白洞与黑洞同等的存在可能性 但我们在我们的宇宙中 只找到了黑洞的证据 虽然数学上的推测 可以告诉我们可能发生的事情 但只有通过观察 测量和实验 我们才能揭开宇宙中真正发生的谜团 白洞的存在 至今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谜题 一种充满了无限可能的科学幻想 感谢您观看这个视频 您认为白洞存在吗 请留下你的观点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以免错过重要的 有关科技新概念的精彩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